生活做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睡眠 我們盡量要早睡 而且睡眠的時數一定要夠 因為我們睡眠一旦不足 我們的生理時鐘如果沒有辦法 很正常每天都很同步 那我們身體裡面會分泌很多發炎的激素 就會影響到植肉性皮膚炎 就會讓它變得比較厲害一點 你好我是曜哥 有些人他很在意鼻翼旁邊紅紅的 那雖然這是一個很小的面積 他在臉上的範圍其實沒有那麼大 但是對於一些人來說呢 就是很大的困擾 他每次拍完照就要特別去修 把這個紅色的地方把它修掉 那為什麼我們的鼻翼旁邊會紅 這到底是什麼鼻鼻鼻 我們今天一起來了解看看 很多人覺得鼻翼旁邊會紅就是九招 那紅這件事情 當然它是九招一個很重要的診斷標準 但是九招並不能把它跟臉紅 完全畫上等號 有很多的原因 那九招是其中一個 但是並不表示我們可以把紅 跟九招完全的畫上等號 那尤其是九招它還有一些特別的診斷標準 就是它有一些位置上的限制 或者它的一些症狀上面的一些特別的之處 那我們鼻翼旁邊會紅 其實是一個叫做止漏性皮膚炎的問題 止漏性皮膚炎在皮膚科在西醫來講 它是一種敏感性膚質 那意思就是說呢 它可能常常會反覆的發作 然後時間會拖的比較長 因為它是跟個人的體質跟個人膚質有關 這個問題其實很類似 我們一般生活體驗裡面的 所謂火氣打 那當然啦 西醫嚴格講是沒有在談火氣這件事情 但是呢 你如果用這樣子的一個生活體驗去記憶 去留意你的生活作息 可能會比較容易 也比較有幫助 那為什麼我說 止漏性皮膚炎跟火氣打很類似呢 因為第一個 止漏性皮膚炎常常會反覆發作 那什麼時候會變得比較嚴重 可能沒睡好 可能壓力大 可能吃到一些刺激的食物 就是所謂上火的食物的時候 會突然間冒出來 那在天氣變化的時候呢 也容易稍微惡化一點 那你看 這個是不是跟我們 一般人在講的火氣打 非常非常的類似 止漏性皮膚炎的治療 我們會分成兩大主軸 一方面是藥物的治療 另一方面是生活作息的調整 治療止漏性皮膚炎的時候 最常使用的藥物就是外用類固醇 那大家聽到類固醇就會有點害怕 覺得說這東西擦了會不會對皮膚有什麼傷害 還是會不會有什麼傷肝傷症等等 但是就我的臨床經驗來看 真正會擦類固醇擦到出問題的 絕大部分都是自己亂買藥來擦 最多才會出現一些副作用 如果你的類固醇 如果你的藥膏是經由醫師 甚至是由皮膚科醫師 開力然後他幫你追蹤 幫你監控使用狀態的時候 其實他非常非常不容易出現副作用 使用外固醇可能會出現什麼副作用呢 第一個可能會讓皮膚變得比較薄 那這種狀態通常都是出現在 使用過強的類固醇 還有時間太長之後才會發生 那麼以皮膚科醫師來講 我們會開力然後擦在臉上 治療脂漏性皮膚炎的藥物來說 他一定都是比較溫衡的類固醇 其實類固醇也有強弱之分 就是在我們之前影片裡面也有提過 第二個使用外用類固醇 可能會出現的副作用 就是血管擴張 也就是讓你的血絲會變得比較明顯 那這種一樣 他是要長期的使用才容易會發生的 但是在鼻翼這邊我們還要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很多人在鼻翼兩旁本來就有很多血絲 那這也是會讓我們鼻翼看起來比較紅的一個原因之一 我們看一個皮膚為什麼它會紅 為什麼它會呈現紅色的 就是裡面有血液有血管 那麼當皮膚裡面的血管比較多 或者是它血管比較擴張 而且它變得比較大條的時候 我們在外觀上看起來它就會變得比較紅 鼻翼旁邊的血絲是小問題 大概都要很近很近才看得到 但是對於很多人來說也是心頭不觸不快的一種問題 那我們在治療這種血絲的時候 效果最好的雷射就是燃料雷射 那燃料雷射打完以後 常常都會造成晚戰的淤血 但是淤血過後之後這些血絲就會開始進步 不過這種進步的幅度還是要看每個人的嚴重程度而定 一般來講我們打完以後一定都可以讓血管變得比較細 所以它變得沒有那麼的明顯 那有一些本身就不大條的血絲 它已經很細了 那它再變細一點幾乎就消失了 那有些人的血絲它就是比較粗一點 這時候可能就不太容易讓它完全的不見 但是呢一定可以讓它變得比較不明顯 那假如你對使用萬用類固醇 我們還是非常的擔心心裡頭就是過不了那一關 有沒有其他的藥可以用 有 第一個呢我們有時候會使用抗黴菌藥 抗黴菌藥我們都是用來治療像是香扛腳這種黴菌感染 為什麼它也可以拿來擦在臉上 難道我臉上也有香扛腳嗎 好這個分兩個層面來 第一個就是抗黴菌藥本身 事實上它就有一點消炎的效果 那麼脂漏性皮膚炎它本身就是皮膚發炎 所以這時候我們用一些有消炎效果的藥物 甚至一些保養品 達到改善紫肉性皮膚炎這樣的目的 其次紫肉性皮膚炎上面還真的有黴菌 結果研究發現紫肉性皮膚炎的這些皮膚上面呢 有比較多的皮靴牙包菌 那皮靴牙包菌它算是真菌、黴菌的一種 那如果我們只用抗黴菌藥來減少成我們皮靴牙包菌的數量 就可以達到改善紫肉性皮膚炎 不過皮靴牙包菌其實它算是我們皮膚共生菌的一種 也就是說它本來就在我們的皮膚表面 但是在發病的人臉上它會特別多 或者是比較對它的反應特別的厲害 那麼在一般人身上其實還是有 那我們不太容易或者說不可能 把這種皮靴牙包菌百分之百的根除 那事實上也並沒有必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只是在有時候皮膚會比較發紅、泛紅、會癢的時候呢 我們擦一點抗黴菌的藥 它就可以用一個比較低風險的這樣子的方式 達到改善皮膚發炎的效果 不過這種抗黴菌藥膏它消炎的效果畢竟是比較溫和 如果是你正在很嚴重的脫皮或者是養人厲害的時候 擦抗黴菌藥有時候會有一點緩不積極 這時候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武器 就是非類固醇消炎藥膏 那市面上比較容易看到的品香 像是伊利拓、像是古特皮這一類的 那麼這類的藥物呢 它就有比較強的消炎效果 但是它又沒有像類固醇這類會造成皮膚變薄 或者是血絲變得比較明顯的副作用 那麼有些人在擦的時候會覺得有點灼熱感 但是這種灼熱感大概10秒20秒之後就會過去了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它比較貴 因為目前健保並沒有幾副這樣子的藥物 使用在指頭性皮膚炎上面 所以大概就必須要自費啦 那但是因為指頭性皮膚炎它的範圍通常不會很大 每一次發作的時間也不會很長 所以相對來講我覺得在經濟上面的負擔 是不會造成太大才對 那由於這種非類固醇的消炎藥膏 不會造成皮膚的負擔 所以很多人會長期的使用 而且它是非常的安全的 治療指頭性皮膚炎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生活作息跟飲食的調整 我們前面有提到嘛 指頭性皮膚炎就很類似我們在講火器大 所以怎麼樣去解決這件事情呢 很多人就會說好 第一個盡量不要有壓力 但是我都會覺得這句話講的就是白講 因為壓力就是沒有辦法解決 才叫壓力嘛 所以壓力這件事情我們就不談了 那我們來談生活作息 生活作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睡眠 我們盡量要早睡 而且睡眠的時數一定要夠 因為我們睡眠一旦不足 我們的生理時鐘如果沒有辦法 很正常每天都很同步 那我們身體裡面會分泌很多發炎的激素 就會影響到植肉性皮膚炎 就會讓它變得比較厲害一點 那我知道現在的生活習慣 很難說真的要多早睡 我們能做的大概有兩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固定時間 就是你盡量不要讓你睡眠的時間呢 上床的時間有太大的變化 就是你不要今天晚上九點睡 然後呢隔天是半夜三點才睡 那你的身體永遠沒有辦法調節過來 你可以取一個中間嘛 就折中一下 比如說你真的不習慣太早睡覺 那你可以每天都固定12點啊 或每天都固定1點睡啊 這樣也可以 那你睡眠的時間 就是這個時數 還是盡量我們炒一天8個小時 這樣子的目標去努力 那飲食上面當然就是清淡一點啦 一些比較刺激性的 像是辣的東西啦 炸的東西啦 盡量少一些 那這個東西不只是 對於子肉性皮膚炎會有幫助 對你整體的健康也是會比較好的 子肉性皮膚炎在發作的時候 除了會紅會癢之外 一個很重要的症狀就是脫皮 那脫皮在臉上你就會看到很多絮症 那在頭上呢 你就會看到它就變成脫皮症 那針對於這種脫皮的皮膚 我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記得擦保濕的乳液 很重要會使用這種狀態叫做什麼 內油外乾 其實這事情不用把它想的這麼玄啦 其實就是皮膚在發炎 那皮膚發炎的時候 很多它上面的保護的角質呢 就會開始脫落 那這個時候 我們一方面用藥物去消炎 另一方面呢 我們會利用一些保濕的保養品 去提供它一個保護 那這樣子就能夠達到 比較快改善症狀的效果 那整體來講 脫落性皮膚炎 它是一個長期慢性 不嚴重 但是很困難的小問題 那我們在面對它的時候呢 當然生活作息是很重要的 儘量早睡 飲食儘量稍微清淡一點 那在比較嚴重的時候 當然我們可以用一些藥物治療 讓它趕快的復原